因為他是 爛的 我要人家回你什麼 爛扣了 要人家回什麼 太黃腔了 類似這種 然後 下流 來 我們四位女生 覺得這很幽默的請舉手 覺得很下流的請舉手 人家也是有追成功 你們怎麼這樣 你大白天講這個笑話都沒什麼 你三次敗夜 沒有 我跟你講 怎麼會這樣做呢 我只是說類似這樣的 你敗夜想幹嘛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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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幹嘛 然後到最後等到有一天 等到有一天他回我 他回我說 老鷹曾經就變成什麼的時候 我就成功了 中了 我就中了對不對 因為他覺得好笑 對 我就中了 從他身上我們應驗了一句話 是 是不是 真的 就是靠心感取勝的 你看納豆就是這樣子 一個男生在追求女生的過程當中 當然 雖然一定會有很多的行為 是我們可以感受到男生在追求 比方說 我男朋友在追我的那個時候 我沒有想到說他會有這一招 就是他頓時把我 就在大馬路上嚇傻了 因為 對你兇是不是 不是不是 為什麼他對我兇 然後他就睡在路邊了嘛對不對 沒有 不是 是 是呢 就是 比方說 好 你們兩個得分 比方說出去逛街 就帶他朋友出去逛街嘛 然後我們就開開心心 大家肩並肩就走在一起這樣 那 經過很多的店家 不是每一家店都會放不一樣的音樂嗎 然後他都會放的特別大聲 就會吸引客人進去嘛 對 然後我們逛一逛 突然逛到某一間店門口的時候 他是在放就是外國那種抒情歌 但我現在其實也忘了是什麼歌 他是那種很抒情 然後是那種很很經典的抒情歌 這個男生原本跟我肩並肩對不對 他突然一個大轉身轉到我 就正前方來 他就自己跳舞 然後還拉著我手轉圈在大馬路上 然後就大唱那一首歌 很浪漫 這樣滿浪漫的耶 然後就大唱那一首歌 但是你知道他在鬧去 然後 畢竟本人也是公眾人物 然後所有人就用著很異樣的眼光 這樣看著我們 什麼東西 他也是公眾人物啊 而且跳舞總比打功夫好吧 你們靠了沒 有完沒完 好 反正就是這樣子的行為 讓我覺得天啊 好尷尬 你到底有完沒完結束就沒有 他就一路跳到底耶 然後他覺得這個動作是很甜蜜 然後很有趣 然後會讓你印象深刻 可是說實在你的心情 會不會覺得很開心 沒有 我當下真是覺得好丟臉 你趕快停止 但是我面對他 我不可能跟他翻臉 所以我就 然後就陪他轉兩圈這樣 我想說該停止了吧 但沒有 他沒有要停止的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佩潔跟柏榮 有沒有覺得這樣是可愛的 還是你會覺得害羞跟丟臉的 尷尬 我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如果是在巴黎還不錯 但是在巴黎 台北最中央中路事頓 對…就待會正式的話 你就會覺得有點怪怪 可是如果是在異活的嘛 我問一下柏榮 如果現在是達明哥 突然在路上對著你跳舞跟唱歌 沒有 講真心話 不會…這不是達明哥的招 我立刻旁邊藍箭 就立刻離開 讓他自己看著一跳 那個行為是可愛的 但是一定要夠厚臉皮才做出來 而且要很有勇氣 你們敢在大馬路上跳舞加大唱歌嗎 沒有 因為我們不是國外回來了 我們不是美式教育 對… 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問六個 從國外回來的新男 你們敢不敢在大馬路上 做這樣的動作 對著你女朋友唱歌跟跳舞 巴西都跳森巴了 在沒有喝酒的前提之下 在沒有喝酒的前提 對 沒有喝酒 敢嗎… 目前只有俄羅斯跟巴西是敢的 為什麼不敢 巴西沒有喝酒 沒有喝酒 沒有喝酒 都裡也敢 有差嗎 我有做過了好幾次 真的嗎 就是我會覺得很好玩 很可愛 就是Org它感覺有點尷尬 然後它會開始覺得 它很好笑 或是跟他朋友講 你很好笑的故事 你不覺得很好玩嗎 如果像俞柔那樣呢 可以啊 我有…在她的面前 參過歌好幾次耶 我說她 隨便知道好丟臉 然後一直不要 尷尬 那那種感覺呢 一定要繼續 西凡是裡面看起來 最乖的一個 她也願意耶 我有一次跟我女朋友 走路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打街運 然後她穿高跟鞋 所以她的高跟鞋斷掉了 所以她不能繼續走路 所以她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把她 好像給她一個公主寶 就是 而且那個… 那個結論站沒有電梯 所以一定要走路 所以我… 我這樣子抱著她 走路 帶回家 然後一邊走一邊唱歌嗎 沒有唱歌 可是她會覺得我… 我真的很厚臉皮 啊… 對 可是這些… 她覺得太誇張了 老實講啊 我還是覺得女生 真的是厚臉皮啊 就是有一次啊 我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女生很不錯 就是很漂亮啊 然後我就對這個女生很有… 很有興趣 那…因為她是很害羞嘛 我就很害羞就是 很害羞 很害羞啊 很害羞啊 我不知道… 你講完這句 我真的覺得你有厚臉皮 沒有啦 好害羞 而且害羞跟害喜是不一樣的喔 不一樣的 我就不知道怎麼跟她去也會就對了吧 然後… 更好她就跟我說 我要去冬季館街買一些東西啊 衣服啊 看看那邊有什麼東西啊 那我就說 嗯…好 那…那我就陪她去好了 那我們就到… 第一個店啊 她看到一些衣服 漂亮的衣服 那看看啊 走一… 就… 轉看看 然後說這個還不錯 那我買… 那她買了以後啊 就把那個袋子拿給我 我說 嗯… 我覺得有…有一點奇怪喔 第一… 第一次出去也會已經 把東西拿給我拿 對… 她以為沒有叫你付錢 她只是請你拿東西 對啊 可是… 好等一下喔 這個是第一店 第一個那個衣服店 然後就… 去別… 另外一個店啊 然後看到其他的東西 喜歡買了給我 第三店買了給我 後來你知道我多…多重嗎 很多…很多袋子 然後裡面的人都覺得 我覺得很可憐啊 就是一直… 帶她的… 她的東西啊 第一… 第一次約會 她就拿這麼多東西給我就覺得 你… 你誤會了 你以為是約會對不對 你… 你就是要用人啊 她不是要趕快跟你約會啊 你講到這個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誰 她就是這樣 她下車 她就下車了你知道嗎 坐計程車 下車就下車了 她一開門出去了 我想說 車上大包小包這怎麼辦 然後門也是 一到門那邊她就停下來了 為什麼 我說 要我開門 她才要走這樣子 你知道嗎 你怎麼會追她呢 她行動不方便 沒有 就一個朋友啦 就一個朋友 奇怪 怎麼 我對她 姓周嗎 我忘了 那時候說不定那個女生 也滿喜歡費丹尼的啊 想要… 想要這樣子試試看啊 第一次約會 怎麼可以接著啊 怎麼不行 對啊 第一次約會 如果帶你出去買東西 拜託你買給他 那叫不行 我們男生出去約會 前三次 我們還要裝一下嘛 對不對 要忍住 不要手來腳來 裝一下… 我們都會這樣 自己告訴自己啊 真的 這次就不能手來腳來啦 有一點是個方法耶 也太多袋子了 太多了好不好 袋子包包什麼東西都有啊 對啊 對不對 那就代表你沒有辦法追到他囉 沒辦法 我們來看一下達明哥是怎麼追到百榮的 有 那時候其實我認識他們 因為他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們 對 他們 我們一開始都是一群人出去 對 然後他另外那個朋友呢 就比較積極一點 就有的時候就一直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都沒有 就是我們只有見面的時候 有認識 然後也有留電話 可是他都沒有打過電話給我 妳旁邊太多男生 我不需要一個啊 就有一天呢 突然我上班上到一半 他就… 他打給我 他想說他是不是有什麼緊急事 接過來 他就直接一句話說 聽說你常跟那個某某某通電話喔 我就說 沒有啊 他都一直打電話給我啊 那我們也沒講什麼啊 他說 好 那我知道了 那你之後是不會打電話給我嗎 我說我幹嘛要打電話給你 我跟你又不熟 沒事 然後他說 好了…我知道了 好 那沒事了 我現在要去洗車了 好 啪 就把電話掛掉 莫名其妙嘛 然後從那通電話之後喔 他就開始每天都打電話給我 而且就大概是這個 快要睡覺的時候 九點 十點 他就害怕來 我本來以為他只是 就是講兩句就會掛電話 不是喔 他可以自己講三個小時耶 你別聽他 他一直就是不停 不是 我到後來啊 因為我第二天還要上班 我那時候是上班族 我早上八點就要起床 然後一直講到十點 十一點 十二點 然後我那時候跟爸媽住 我還躲在棉被裡面 因為我怕找到人家 那個女孩子如果不喜歡一個男生 他會躲在棉被這樣講 講三個小時 不是 我過程都說 是不是 故意這樣 故意這樣子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 喔 我說對 他說 喝了該上吧 不是 他說 你累了嗎 我說是 他說喔 那然後啊 我就怎麼認為就繼續講 你知道嗎 男人厚點疲功力一流 打死都不會認錯 明明錯誤就已經擺在眼前了 但男性絕對不會說對不起 他們一定會說 沒有啊 不是我錯 誰誰誰叫我這樣做的啊 誰誰誰誰 就是他主中十八代都沒有脫下水而已 然後當他真的發現事情不妙的時候 還是會厚著臉皮說 他現在怎樣 我錯嘛 對不起嘛 都是我嘛 用這樣的方式來淘擠他另外一半的可憐跟痛情心 我覺得 你怎麼那麼厚臉皮啊